这几年涉及到这个电动汽车 从芯片到电池 应该来说人们都非常关注 最早我们看到类似的考虑 应该是2017年年底 美国国防部向白宫递交了一个清单 或者交一个备忘录 那么提出来 美国在稀有矿场 包括稀土在内 还有一些必须要使用的 这些矿物 在这些问题上 过分的依赖单一国家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紧接着我们就看到了 在电池这个问题上 那反映的尤为明显 可以这样说 无论是中国自己所拥有的稀土矿 还是在世界各国 他们已经购买占据的市场份额 都远远达到了一些令人感觉到惊讶的地步 所以我们看到了美方更多的是从芯片上入手 对中芯的限制 直接让人们感觉到一个 非常奇怪的结果 全球至少需要两年的时间 才能弥补上汽车芯片的短缺 那么有一部分是疫情的原因 但更多的是调整的过程中 没有足够的放出这种时间 来进行后面的协调 其实在电池这个问题上 原先人们的争夺 主要是在军事上 那个时候电动车 还不是人们最关注的 对于电池的使用 尤其是怎么样储能这一类 是一个很长久的话题 因为发电如果你不用 它就浪费了 怎么样储存电能 是一个难题 其实另外一个难题就是 如何让电能能够在 非常短的时间内 由方便携带的这种储轮设备 支持它 能够发射出去 因为有一个军事上的需要 激光武器 所以60年代开始 这个项目的研制 从军方来说就 没有停止过 在电池技术上 甚至连印度都参与进来了 因为它涉及到军用 走在前列的一贯 都是像德国 美国 英国这样的国家 凡是你任何一项发明 中国人能买的 就把它买回来 买不回来就骗 骗不回来就偷 那么 日本呢 也只在做 最近我们看到了一些报道 涉及到这个 日本在电池技术上的 算是一些信号吧 你说加大投入 这个可以理解 又不是他一个国家 才加大投入 那么 氢燃料 龙鸡鸡 拖拉鸡 这些已经开始 商业化了 这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希望 在新轮延的发展道路上 有可能是一条路 能不能普及到汽车 目前还不确定 只能说 龙鸡设备 以及遍布 全国的这种供应链 及时的配置 轻作为燃料 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是什么呢 是关于锂电池 正极部分 原先特别依赖的 是系统 日本现在研制出来的 新的技术 是不需要系统的 但它推出来的时间表 至少要到2025年 好像才有丧容的希望 这也就意味着 大家都在做 日本开始有了一些突破 但它完全商业化 能替代 目前的这种 来自中方 随时可以切断的 稀土份额 也是个头疼的事 我们知道 全球范围内 很多国家都在远之 都在找自己 属于自己的路 这个地球上 已经探知的稀土 并不是完全集中在中国 但是种稀土 发现的其他国家 作为产地的 确实也不多 甚至我们看到 美国恢复了 在加州的稀土况 在很多生产提念的过程中 目前还是算是 举步维艰的 联邦波幅的 资金扶持 相对目前的需要 应该来说 远远不够 那么其他国家 正在 开拓着一些新的矿点 目前也没有达到 令人满意的地步 很大一部分程度上 在未来一段时间里 跟中国之间的 资源上的争夺 应该来说是比较现实的 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所以一边呢 大家都在做这些 前期的准备工作 希望能在技术上 有所突破 二来 我想人们都知道 迟早有一天 要死开脸 在资源上的 依赖 已经被认为是不安全的 那么自然就会寻找 替代的方法 无论代价是多高 现在看起来 好像也就是时间 这么唯一的一个障碍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